被神罩着的男主到底有多强 随手就是万能治愈魔法 救下快挂了的国王 白给一公主 接着第一次使用召唤魔法 就换出了顶级的神兽白帝 只是给了点小小的魔力 就整得神兽白帝也是当场白给 结果在刚刚 男主小叶去找公爵 凑巧王宫传来了国王中毒的消息 于是作为高质量弟弟的公爵 赶紧烧热会治愈魔法的小叶 一起前往王宫 很快两人到达了王宫 才刚进门就遇上一个伯爵 一副左脸欠抽右脸欠踹的样子 妥妥一反派点中点啊 他表示 凶手受人大使已经被抓到 应该立刻就地正法 但公爵反驳到 就算要砍也得等国王下令 小叶一看着爱打没人拦的嘴脸 小小意思了一下 接着来到了国王的房间 此时的国王已经奄奄一息 小叶赶紧上前 小手一身一眼一闭 起手就来了个失传已久的万能治愈魔法 复苏 下一秒 国王立刻神采飞扬 一屁股作气 这顿操作简直哇塞 看着在场单身女子呢 都个个开始闹瓜风球 先是公主嘎嘣一下 纯靠脑补就恋爱了 还有宫廷魔法师小绿 看到复苏都惊呆了 然后迅速奔向小叶面前 怼着脸就让白给 但是被公主一句话开口贵了 好家伙 意见的妹子都这么直白的吗 就完国王咒就该找凶手了 国王找来了下毒嫌疑人 受人国使者 小叶一看 诶 这不就是之前帮过的失散寿娘妹的吗 于是 他该出手时就出手 怎么地也得装一波了 接着他来到案发现场 直接又开挂 刺创一招搜索毒物的魔法 不一会儿心里就有数了 接着把当天带上所有人 都一一叫过来 包括使者和地中海伯爵 伯爵一看国王痊愈 脸色顿时一变 而小叶化身柯南就开始装逼 破案了 这是我见过最花痴的公主 头次见面 纯靠眼神嘎嘣一下 恋爱就弹上了 下一秒 开口就说要给他生猴子 吓得那大猴子当场就吐了 就得刚刚 男主小叶在一世界 玩起了山寨柯南分析案情 首先他让将军喝下了一瓶 没有毒的红酒 来证明这酒是安全的 接着下一步 把酒倒进了国王的酒杯 表示可以让大忠臣伯爵喝一口 飙飙忠心 伯爵一听顿时就慌了 我忠不忠的我不知道 但我不傻呀 但是在国王的压力 以及将军的压迫之下 酒被强行灌下 接着 所以 有毒的并不是 寿人大使送的酒 而是国王的酒杯 就以普通的栽赃家货 这一招电视剧都看腻了好吗 这一顿操作下来 给公主看的那叫 热血沸腾情男子一样 接着敲黑板重点来了 正当国王考虑要赏赐 什么给小叶之时 公主蹭的一下站起来 说要白给 好家伙 瞎说文尊狠 开车快又猛 男主直接就傻了 更意外的是 国王夫妇二话不说 竟然立马就答应了 还表示晚上要开个趴庆祝一下 这下给小叶真不会了 公主就这么随便的白给了 原来 公主的一同是对魔眼 有洞悉人品的技能 而最重要的是 小叶是个会开挂的 酸女儿身边也不错呀 但国王也很是开名 要不你俩就先处个两年 不行再粉呗 好家伙 后宫业务毫不含糊啊 旧儿子 连神明也特意打来的电话祝贺 还让他不用担心 这里是个一夫多妹子的一世界 后宫随便开 我这样说 玩得漂亮 就这样嘎蹦一下 小叶成了国王的女婿 四手五入的 直接就约得于下届的国王啊 而且 公主还决定跟着小叶 住在旅馆 和大伙一起组队做任务 就这样 男主开启了美妙无人行 他是史上最顶级的神兽白帝 想召唤他当小弟的人 不是死翘翘的 就是傻的了 但今儿个这小子 不过是随便 注入人一点点的魔力 就把白帝 整得差点嘎过去 就有的刚刚 男主带着后宫团 去森林里猎杀猿王 为了证明自己有用 新加入的公主 一上手就放出大招 使出了召唤魔法 召唤出了五只二哈 龟屋披狼 接着让狼群去引出猿王 随后小叶就带着后宫团 一喀一个 就这样 公主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也得到了仨妹子的认可 任务结束回到旅馆 男主表示要学习一下 公主的召唤魔法 不过 在他第一招 不小心又开挂 公主一看眼前的白虎 一骨子霸王 顺压迫而来 这哪是魔兽啊 这分明就是顶级神兽白帝啊 好家伙 我让你模仿 没让你超越呀 白帝表示 想跟神兽我签约 怎么地也得是个会开挂的 区区的人类你 行吗 但既然来了 流程还是得要走一下 于是白帝提头向前 让小叶注入魔力 看看力量 接着 白帝胡适一曲 差点就当场去世 下一秒 他彻底被征服 直接跪地认马 不会认主人 哈 就是这么随便 接着 小叶给白帝取名虎珀 收入了麾下 为了能够让主人携带方便 虎珀想了个妙招 腰声一变 这个姿哪里 目立たないと思いますが 哇 哇 可哀 哇 何よ この猫 本当です 可哀 すぎる猫でござるよ ドランザー 大路 そのうち治まる シャナー 好的帖子们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 咱明天不见不散 掰了个拜拜 掰